总统赖清德大秀英文 为挪威自由党全国党代表大会致辞 呼吁民主国家要共同捍卫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就是因为俄罗斯政府20号发布了 敌对国家地区名单 而台湾也入列了 而美国对此出手了 美驻史瓦蒂尼准大使20号表示 会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史瓦蒂尼对抗中国 以及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像是聚焦电信基础建设以及商业发展等领域 任何能促进美国相关利益的计划都是好的选择 反映美国的意图 也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空间 抵消中国所谓一中原则的巨大压力 更是向中国发出讯号 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妥协与让步 美国态度相当明确 就是因为过去八年中国出手十次夺取台湾邦交国 而近来更不断对史瓦蒂尼帛流蠢蠢欲动 也让美国罕见表态 面对中国步步进逼也让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国家都不敢大意 以行动力挺台湾表达捍卫民主决心 三立新闻华少平洋指域台北报导